運彩商會平常就對於運動賽事 投入了相當多的回饋跟資金 今天在立委張六萬間的陪同下 我們來到台中市大敦國中 來進行一個贈送籃球的活動 位在台中市會中路上的大敦國中 到今年已經成立10周年 雖然成立籃球隊只有8年的時間 但是比賽成績相當優異 獲得各界的肯定跟掌聲 為了推動台灣籃球運動 培養更多優秀選手 中華民國運彩商會聯合立委 張六萬間服務處 贈送大批籃球給台中市大敦國中籃球隊 2020年7月9號上午9點開始 還在學校穿堂舉辦頒贈儀式 今天我們到大敦國中 它的重點項目是籃球 那它也跟我們的折落國際 我們的這個一起 那個來設計學校的毛巾 然後來捐比賽球還有練習球 那我也跟工會講說 我們一起做一個長期的贊助 至少三年 然後能夠讓這批孩子在念書打球 然後不會再受到經費的困擾 因為球場球場就是孩子們的 那運動彩券的本質就是體育 那萬間委員他在教委會 他也是樂中體育在全國數一數二的委員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對的事情 那這份工作我們會持續的來做 大頓國中校長黃濟生表示 今天能夠接受到運彩商會 跟立委張廖萬間送過來的籃球 心裡很替喜歡打籃球的同學們高興 大頓國中各項運動設施都相當完善 但是許多器材真的需要各界的幫忙 其實大頓國中籃球隊成立的時間雖然很短 但是學生們的戰鬥力十足 學校也相當感謝各單位跟民間企業對他們的支持 我們也曾經拿到全台中市中等學校的籃球比賽第一名 那麼經常有時候也都是名列前茅 但是我常常跟孩子們講 校長不在乎你拿到第幾名 我在乎你要打一場好球 在這裡再一次的感謝我們立委 感謝我們所有贊助的長輩們 運彩商會理事長何玉琦表示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運動彩券的營收減少 也需要政府的紓困 但是就在上個月捐贈足球給國中小之後 今天又贈送籃球給台中市大蹲國中 這個禮拜還要贈送加菜金給嘉義縣全中運 希望以最大的愛心跟熱忱 用實際的行動 幫助台灣在體壇發光發熱 記者陳文旭 李嘉金 劉文軒 台中報導 對於運動賽事就相當的關心 也投入了很多的資金 我沒有數據 我沒有教導的貿易 可是第一次必須來自拍攝 你車是貿易地的